早时候的血糖严重 就是饿久了会晕倒的那种程度 有一次我爸妈回老家了 就给了我五块钱 让我早上和中午在学校附近吃 我拿了钱就去学校小卖部抽奖了 钱花完了只种了一瓶红墨水 早上中午没钱吃饭 睡午觉的时候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脑袋都有点眩晕 我看着自己仅有的红墨水 突然想起来美食家二哥曾经说过 之所以觉得那是奥利给 那是因为大家都说是 是你有没有想过 它可能只是长得像奥利给的巧克力呢 当时二哥为了科学亲自献身的行为 至今让我热血沸腾 对啊 谁说那一定是红墨水呢 说不定那只是西幼石流茶 用墨水瓶装起来了 看那颜色都一样 是我果断拧开了瓶盖 当即闷了一大口 当时那个味道仿佛触击了我的灵魂 我又不敢吐在教室里 就准备去厕所吐了 再喝两口水述出口 我立刻从教室后门溜了出去 刚跑两步就被巡查的教导主任追了上来 他直接一巴掌拍在了我的脑袋 我本来就有点晕 被打了之后直接趴了下去 随后就不省人事了 据说当时围观群众说 他在地上一动不动 嘴里还在不停的流着血 就像电视里身受重伤的人一样 掉到主任下的脸色发白 双腿不停的颤抖 后120和火葬场的车都来了 救护车我能理解 火葬场是怎么回事